第275章 守岁 年关年关 欠债之人过年如过关 今年的除夕对于徐凤年来说 其实就很遭罪 因为徐卫雄发话了 清凉山所有春莲都要他亲笔书写 还不能有一幅重复的大小营莲 总计365幅 这还不包括春福两字 为此徐凤年不得不求救于宋栋明白玉甚至是王初冬 要来了300多幅春莲的内容 合集成册子 搁在暗头 赵超便是 由于徐潇去世未满三年 本该继续用白底春莲 可是徐卫雄说 今年用红底 虽然徐凤年不太情愿 可是连姑姑赵玉台也附和二姐 徐凤年能够以一敌二曹长青邓台啊 可万万敌不过这两位的联手 只能乖乖认命 所以徐凤年一大早就开始在梧桐院二楼奋笔集书 陆成燕一旁研磨 王初冬帮着裁剪宣旨 徐凤年的三个徒弟 吕云长在书房带了一炷香 没到就熬不住 跑出去找于新郎切磋武学了 单独从北莽回到北梁的大徒弟王生 倒是沉得下心的性子 给小师娘王初冬打下手 唯独余地龙这个小屁孩不见踪影 屋内诸人心知肚明 如今北梁官场 尤其是幽州边关 几乎所有武将都知道年轻藩王拂强而走的典故了 不知是燕文鸾还是陈云垂脱口而出 为北梁王取了个徐弟儿的绰号 以此说明 世间终究还是有人能赢过年轻藩王的 至于是谁是在哪个战场上打赢徐凤年 幸灾乐祸的老将们才不管 于是浑然不知 自己惹下大祸的余地龙 刚从幽州关外返回清凉山 就给皮笑肉不笑的师父喊到了僻静的后山 仕途二人没有一起回来 只看到年轻藩王神清气爽了几分 而那个孩子隔了很久才露面 鼻青脸肿 满脸委屈 坐在厅朝阁胡心亭 生了大半天的闷气 喊他吃饭也不搭理 最后还是陆承燕这个代师娘亲自出马 才牵着孩子的手去吃了顿饱饭 狼吞虎咽的时候 孩子还胆战心惊 跟大师娘诉苦 说师父无缘无故揍了他一顿不提 还要他这段时间休息闭口禅当哑巴 余地龙问师娘自己到底说错啥了 陆承燕看着眼神忧怨的孩子 他心里头那点小怨气也烟消云散了 为孩子撑腰说 别管你师父 以后他要拿你撒气就跑来找师娘 给徐凤年揍成猪头的余地龙 笑着说好恋 呲牙咧嘴 然后继续埋头吃饭 孩子觉着大师娘脾气真好 师父福气更好 徐凤年足足写了将近三个时辰 写完之后还要去端凳子搬梯子贴春连 好在徐卫雄没有在这件事上继续折腾他 除了以往徐霄亲自贴帘的十几个地方 像老宅 王府大门 梧桐院 还有厅朝阁等等 这些地方的春连徐霄向来亲力亲为 而其余门营都交由府上管事下人 徐凤年让王生喊来吕云长和余地龙 让少年少女帮忙架梯子摆凳子 顺便看着春连有没有贴歪 而且每次贴倒福字 都会让三个徒弟喊一声福到楼 喊话的时候王生会含蓄一些 单看表情就知道少女很是诚心正义 吕云长最潦草应付 余地龙嗓门最大 按照老规矩 大门口的春连最后贴上 完事后徐凤年手里端着那大碗米浆 看了眼天色 望着街道尽头 黄马尔与阳光斗 陈希亮等人 差不多该回了 三个徒弟也没白出气力 都额外拿到了一幅春连 徐凤年也不问他们要拿去做什么 但大致猜得出来 余地龙肯定是要送给那位战死在 关外的大个子赤后 要请人捎去他家的 吕云长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少不得是拿去给大雪龙骑军的 某位将军校尉溜须拍马 至于身材愈发抽调的像 寻常少女的王生 也许就仅是用来收藏 别无用处了 徐凤年突然笑问道 师父的字 咋样 吕云长立马嬉皮笑脸道 铁画银钩 龙飞凤舞 入母三分 气象万千 徐凤年坦然全盘消瘦了 最后等到少年实在狗嘴里 吐不出新的象牙了 笑眯眯道 可以说人话了 少年立即小声询问道 师父 要不再给我写一符呗 徐凤年玩味道 进庙烧香礼佛是好事 可要是处处寺庙都要进去一趟 见佛就拜 那就反而显得没有诚意了 官场上 有一人愿意给你出十分力 比两人帮你出三四分力 其实要好 少年用心想了想 用力点了点头 徐凤年转头望向余地龙 后者吓得一哆嗦 哭丧着脸道 师父 又咋了 除了代师娘 我没跟啥说过话了 徐凤年冷哼一声 把手中此碗递给孩子 没来由说了句 算你小子运气好 余地龙有些憋屈 但是不敢说话 徐凤年望向远方 吕祖 高树路 刘松涛 李纯刚 王先知 再到他徐凤年 以后也许是轩辕清风 然后轮到余地龙 在他徐凤年 有望真正无敌于世的时候 出现了陆地朝鲜榜上的谢观英 应试而出 应试而出 一物降一物 依循就有天道 如果谢观英不堪大任 还会有洪喜相替天行道 只是后者没有理会而已 等到余地龙王生 吕云长这波年轻人 横空出世的时候 想来就已经没有 所谓的天人了吧 人间人战人间 各凭本事不凭前世 各自轰轰烈烈 或成或败 或死或生 但是现在 毕竟还不曾真正天人永格 还有所谓的冥冥中 自有天意 徐凤年直觉 将来能够与余地龙 一战之人 不但有 而且极有可能就出自东海 至于到底是谁 徐凤年不感兴趣 而余地龙身边的 王生吕云长 不出意料 只能是李纯刚独领 风骚那个时代的 王秀风都绿袍之流 或者是王先之时代的 邓太阿曹长青 但是徐凤年还是希望 那个时候的余地龙 尤其是自己不在世的那一天 不要成为天地间的一匹脱缰野马 而要心有牵挂 一个完全没有气韵束缚镇压的 王先之 或者徐凤年 若是心无敬畏 只知道横行无际 无疑会是一场灾难 呵呵 姑娘这次回来 转述了好些莫名其妙的言语 既是黄三甲的酒话 也算是黄龙氏的遗言 听上去很胡说八道 那个已死的老人说 以后的世道 会很有意思 凡夫俗子 也能遇见飞行 招游北海木苍吾 一日之间游遍四海之境 甚至上天摘星下海捞月 还说以后人人皆是读书人 一年读过的书 可能就要比当今如胜翻过一辈子的书都要多 但很可惜 以后的读书人 不算真正的读书人了 只算翻书人 所读之书 也非圣贤书了 更不会见贤思奇 所谓的将心比心 变了味道 很多人自己不愿做英雄 便认为世上无英雄 将别人的抛头颅洒热血 视为傻瓜 将先烈的慷慨赴死 转瞬望去 那个看似活着很有意思的世道 其实丧失了许多 先贤在世时 无比希望后世能够继承的东西 所以他黄龙氏愿意死在当下 死在这个世道里头 在这里化作黄土一头 江湖上 吕祖不愿过天门 李纯刚不愿飞升 王先知愿意输给他徐凤年 庙堂上 张巨鹿不留退路 七阳龙毅然出山 坦坦翁恋战不去 也许都因为他们跟黄龙世是一类人 以死而生 徐凤年轻轻叹息一声 伸手揉了揉大徒弟的脑袋 微笑揉声道 既然有了快活剑 就要活得快活快意 别像有些人 少女毕竟长大了 师父这个亲密动作让他有些脸红 李云长突然鬼叫道 师父 其实王生喜欢你呢 真的 瞎子也看得出来 身上暂时没有背负那六七把剑的少女 猛然间杀气腾腾 跟白虎脸走了那趟北莽数千里 少女的剑道修为突飞猛进 就目前而言 已经是三名弟子中修为最高 只是少女心思在此张显无疑 跟李云长打打杀杀 岂不是承认了李云长的说法 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 少女也憋不下那口气 好在这个时候 街道上一阵马蹄帮他解围 是师父的弟弟 龙象军的主将徐龙象 从刘州返回州城了 徐凤年走下台阶的时候 撂下一句 帝龙 跟你师弟练练手 昨天师父怎么揍你的 你就怎么揍他 只要别耽误吃年夜饭就可以 于帝龙愣了一下 脑子最灵光的李云长 早已跑进王府 大喊道 打架可以 容我去拿兵器 于帝龙赶忙把此晚 交给脸颊飞红的王生 去堵截吕云长 王生又低着头 把碗还给徐凤年 笑声道 师父 我也去 徐凤年端着碗 无奈道 你们仨好歹 把凳子梯子拿回去啊 黄蛮儿见到徐凤年的时候 好像有些畏畏缩缩 徐凤年把碗递给陈希亮 然后笑着抓起黄蛮儿的肩膀 下一刻 徐龙象的身躯 就在街道一侧的积雪中 一路滑去激荡出雪花无数 遥想当年 徐家姐妹兄弟四人 每逢大雪 徐凤年最喜欢把身材瘦弱的黄蛮儿 甩到大雪里去 乐此不疲 甚至会提着黄蛮儿的双脚 在院子里倒栽葱 在地面上捅出一个个脑袋大小的窟窿 写出大大的徐字 等到大功告成 徐凤年双手插腰 豪气甘云 黄蛮儿就坐在雪地里憨憨傻笑 站在屋檐下 看热闹的大姐徐之虎 肯定会拍手叫好 要不就是捧腹大笑 而性情早熟的徐卫雄 会撇撇嘴 假装一脸不屑 因为徐卫雄 也不是很乐意陪着他们三个胡闹打雪仗 所以徐凤年和大姐 就只好让黄蛮儿当靶子 站在墙根不动 两人比谁丢置雪球更准 每当徐凤年把雪球精准 砸在黄蛮儿脑袋上的时候 笑得最开心的 不是徐凤年 反而是黄蛮儿 那个时候徐卫雄都会翻白眼 陈希亮目瞪口呆 在清凉山待过十多年的 刘州刺史阳光斗老神在在 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 很快 徐荣相就跑到徐凤年跟前 二话不说 就蹲下身 把哥哥背在身上 看架势 是要从山脚一路跑到山顶才罢休 过年吃饺子 是徐霄立下的规矩 无数在世时 是他和两个女儿一起包饺子 无数去世后 尤其是大女儿远嫁江南小女儿远行求学 就都是徐霄一手操办 今年的饺子 赵宇台 徐卫雄 陆承燕 王初冬 是这四名女子包的饺子 今年的年夜饭 还是徐霄的规矩 女子不离席 所以除了徐凤年和徐龙相 王生那三名徒弟 还有进水楼台的徐北纸 以及宋董明白玉 还有远道而来的陈希亮 杨光斗等人 好大一张桌子都坐满了人 难得的热闹场景 吃过了年夜饭 就是守岁 徐凤年独自走到那座王府大堂门口 居中主位摆了两张椅子 清凉山王府 或者说徐凤年最为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就是年少时 在徐霄跟北梁大人物议事之时 他这个世子殿下 就大大咧咧坐在徐霄的座位上 徐霄就只能笑呵呵 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也从不觉得有何不妥 徐凤年站在大堂门口 看着左右依次摆放的数十张老旧椅子 再看着那两张椅子 正正出神 然后很快 府上老管事 宋渝就搬来一只大火炉 木架 火炉缝隙坠挂着一只拨弄碳火的小火前 徐凤年捧过火炉 摆在中央两张椅子脚边 蹲下身 开始娴熟拨弄 刚刚有些红光的碳火 守岁一事是男人的事 哪怕徐霄是天底下出了名的七管言 这件事也没商量 当然老王妃吴素 也从不会在这种事情上 跟徐霄较劲 嫁入老徐家 吴素就是徐家的媳妇 从不在老徐家的老规矩上说什么 在徐凤年蹲在火炉前的时候 徐龙相也拎着两大袋子木炭走入大堂 守岁要守到天明 家探天火是少不了的 哥俩一起蹲着 徐凤年轻声道 以前守岁 我都容易犯困 徐霄又从没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觉悟 喜欢碎碎念 我次次都熬不到子夜以后 你也会跟着我离开 所以都是徐霄一个人待在这里 现在想一想 徐霄孤零零一个人 挺可怜的 黄蛮 你说是吧 徐龙相点了点头 徐凤年又问道 你说每年这个时候 徐霄坐在这里会想什么 徐龙相摇了摇头 徐凤年犹豫了一下 自言自语道 曹长青在泰安城的时候 告诉我年后就可以去西厨 去接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开这个口 二姐也许不答应 你两个嫂子 不管答应不答应 心里头也肯定会有疙瘩 更不用说燕文鸾顾大组 这波大将军了 是啊 军国大势岂能而泄 北梁在关外战死那么多人 毕竟是为了北梁而死 但如果说陪着我徐凤年 去广陵道趟浑水 冒天下大不韦 到底算怎么回事 就算我固执己见 拿北梁王的身份去压他们 恐怕下一场两莽大战还没打 我们北梁自己就已经离心离德了 徐龙相陷入沉思 没有像小时候那样 不管天大的事 都傻乎乎乐呵呵 站在哥哥身边就是了 早年为了哥哥 黄蛮那可是连徐霄都敢对着干的 就像老皇帝驾崩后 青梁山山顶的那场歌舞生平 徐霄破天荒 勃然大怒 黄蛮就挡在了爹和哥哥中间 一步不退 徐凤年放下火钳 缩手缩脚蹲在火炉前 望着炭火发呆 就连徐凤年都不清楚 今夜的夜幕中 一队队人马会不约而同地 依次进入周城大门 幽州有北梁部军主帅燕文鸾 副帅陈云锤 刺史胡魁 将军黄斧平 尤其主将玉鸾刀等人 一大帮人 灵州有经律师李公德 李汉林父子 新任次使 灵州将军韩劳山 副将汪之黄小快等人 还是一大帮人 刘州除了已经在府上的 陈锡亮阳光斗两人 还有龙象军副将李莫帆 刘州将军寇江淮 依旧是一大帮人 梁州关外关内 以北梁都护楚路山 和齐军大统领袁左宗为首 那就更多了 更是一大帮人 北梁道文臣武将 在这个除夕夜 不知为何陆续赶到 清凉山王府大门外 徐燕兵站在大唐门口外头 脸色异常沉重 徐凤年缓缓站起身 有些苦笑 山脚门外的阵容 无异于逼宫了 既然自己被蒙在鼓里 就意味着连同二姐 和楚路山在内 都不答应 徐凤年站在那张椅子附近 转身望向大门口 楚路山第一个出现在大门口 但是没有急着抬脚 跨过门槛 徐凤年收起思绪 嗓音沙哑轻声道 都进来吧 楚路山 李公德 燕文鸾 袁左宗 陈云垂 顾大祖 李莫帆 玉鸾刀 寇江淮 曹小娇 宋冬明 白玉 黄长 徐北指 陈希亮 因为走入大唐的人数实在太多 不得不临时添加了十多把椅子 徐凤年等到所有人身后都摆放有椅子 这才坐在那把往年徐霄坐的椅子上 徐凤年伸手往下压了压 所有人都坐下 徐龙相也挑了张椅子坐在一侧 那股磅礴气势 完全不输给曹长青邓太阿拓拔菩萨 所有武道顶尖宗师都一股脑出现在年轻藩王面前 徐凤年没有恼火 只是有些疲惫 坐在徐龙相袁左宗旗当国三人身边的楚路山 低着头 好像不敢正视徐凤年 之所以出现今夜的局面 他和徐卫雄两人都可谓是罪魁祸首 否则谁敢如此行事 徐凤年正襟危坐 双手插在袖子里 一如徐霄当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